关注交通与你同行 大家好 我是乌曼 沈阳的210路公交车队呢 有一位女驾驶员叫杨莉莉 她不仅被评为沈阳是五星级的驾驶员 而且呢还是杨莉莉爱心团队的领头人 她还自创了六个一的服务法 那这六个一都是啥内容 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 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其他主要内容 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 在沈阳华林街上 一辆白色轿车撞在了一辆停着的橙色轿车上 白色轿车驾驶人说 出这事都是因为躲车 我躲那边去到吧 那边填了一辆窗的窗户车 今日话题紧急避险时 要注意哪些问题 昨天是端午节 沈阳雷锋亮剑爱心车队的三名出租车司机 拿着粽子 鸡蛋 牛奶 水果 来到了一位独居老人家里 逢年过节了 平常也就来看看大爷 看有什么事呢 帮大爷能做点啥就做点啥 这些出租车司机 为啥经常来看望这位老人呢 沈阳地铁三号线 是一条地上地下相结合的线路 日前高架段九个车站的外力面设计 已经产生了两个备选方案 向社会征求意见 沈阳地铁的三号线是规划为东西的横向的走向 它的最西侧是宝马新工厂站 最东侧是新太阶站 那么采取的是高架和地面相结合的方式 三号线的高架段还有哪些亮点 稍后关注 沈阳的210路公交车队呢 有一位女驾驶员叫杨莉莉 她不仅被评为沈阳是五星级的驾驶员 而且呢还是杨莉莉爱心团队的领头人 她还自创了六个一服务法 那这六个一都是啥内容 一起看看 这位就是沈阳210路公交车五星级驾驶员杨莉莉 在她开的公交车里贴着她自创的六个一服务法 我的服务中指是六个一的服务法 一张笑脸迎乘客 每当乘客坐我车的时候 我都会笑脸相迎 一声提示保安全 以前车上人多的时候 当乘客背着双肩包 我会提示她一定要把双肩包放在前面 那样比较更安全一些 杨莉莉说 六个一服务法包括一张笑脸迎乘客 一声提示保安全 一句敬语暖人心 一把搀扶乐助人 一块抹布静车厢 一腔热情现公交 这些都是她自己总结的 而且她每天也都是这么做的 在杨莉莉的公交车上 便民服务箱 雨伞 分为垃圾桶应有尽有 为了迎接建党百年 她还在车内挂上了党旗 张贴了很多建党百年的宣传品 所以说乘客们坐上她的车 都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杨莉莉不光是水阳市五星级的驾驶员 还是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在这里让我们给这位80后的公交车司机点个赞 那今天早上的八点多钟 在水阳市大东区的华林街北向南方向 一辆白色轿车和一辆橙色轿车撞上了 那橙色轿车的驾驶人说 当时她的车是在路边停着 没想到会被撞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在事故现场 两辆轿车停在路上 白色轿车左前侧保险杠和翼子板受损 橙色轿车左后脚受损 橙色轿车驾驶人说 当时她的车停在路边 她在车里坐着 车一下被撞出了好几米远 我都不知道我咋飞着 你是停车车的还是走 停车车的 一个没看 直接现在给你撞回来着 白色轿车驾驶人说 当时她为了躲避旁边车辆 才酿成事故 我躲那辆车吧 那边撇了一下 撞的车 原来都是走的状态呗 好好停车吧 原来白色轿车驾驶人 当时为了躲避同向的另一辆车 向右打轮 结果把停在路边的橙色轿车 撞了出去 事故发生后 白色轿车驾驶人 主动任了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我得我得我得 提醒大家伙呢 开车呢一定要注意瞭望 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千万别大意 另外呢 我们在路上开车呢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 比如说前面的车辆呢 是突然间刹车 或者是突然间变道 还有可能呢 突然跑过来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精力集中 做好预判 只有这样呢 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互动话题 就来说一说 紧急避险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欢迎大家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红绿灯的官方微信 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那昨天下午的两点多钟 在杨市黄姑区的泰山路上呢 同向行驶的两辆车呀 发生了寡碰 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呢 双方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块来了解一下 在事故现场记者看到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左前门有个撞击痕迹 在不远处停着一辆出租车 右前轮附近凹陷 出租车跟那边超车 往那边来个车 我是 往我车来那个道 我才往那边进 我是抓我车 他是走异形超车 异形超车 对 我是往那边过来车 他往那边病 就发了一些了 对 往随我车 白色轿车驾驶人说 出租车当时反倒超车 在往回打轮时 撞到了他的车上 但出租车驾驶人 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我这儿来说我拖车 他过来了 拖车车是什么意思 有个挑头去的 有个挑头去的 你一次拖挑头去的 往那边边病 我没病就正常找 出租车驾驶人表示 他的车始终在自己的车道里行驶 并没有变道 是白色轿车从外侧车道向左变道 两车才相撞的 因为双方说法不一 交警决定将双方车辆暂扣 再做进一步处理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还是需要警方的一个认定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开车变道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地打开转向灯 注意观察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咱们再变道 千万别迎来 昨天是端午节 沈阳雷锋亮剑爱心车队的 三名出租车司机 拿着粽子 鸡蛋 牛奶 水果 来到了一位独居老人家里 逢年过节了 平常也就来看看大衣 看看有什么事 帮大衣能做点啥就做点啥 这些出租车司机 为啥经常来看望这位老人呢 沈阳地铁三号线 是一条地上地下相结合的线路 日前高架段九个车站的 外力面设计 已经产生了两个备旋方案 向社会征求意见 沈阳地铁的三号线 是规划为东西的横向的走向 它的最西侧是宝马新工厂站 最东侧是新太阶站 那么采取的是高架 和地面相结合的方式 三号线的高架段 还有哪些亮点 稍后关注 沈阳京都脉管炎研究院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 有人因关节发软 无力 放缓脚步 汤尘背筋建立多 安腾等 补软骨 护关节 关爱关节 勤选建立多 眼睛干涩 模糊 疲劳 汤尘背筋建设家 三大营养 促进眼睛健康 三重护眼 见识家 汤尘背健 总犯困 若不禁风 体力不支 你可能需要蛋白质 汤尘背健 蛋白粉 补充优质 双蛋白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尘背健 沈阳青都 卖管研研研究院 提醒您 精彩节目 马上回来 昨天是端午节 上午十点 沈阳雷锋 亮剑爱心车队的 三名出租车司机 拿着粽子 鸡蛋 牛奶 水果 来到了一位 独居老人的家里 他们和老人 是什么关系呢 一块来看一下 老人叫张志敏 知道三名出租车司机 要来看他 早早的 就从楼道口 迎了出来 从三人和老人的交谈中 可以发现 他们跟老人 非常的熟 下来个海多高啊 没事 还行 我也天天走 要不走 就换完腿就像不好 今年多大年龄了 差两岁八十了 哎呀 但一身体挺好 老人说 他一看到出租车司机 就觉得格外亲 每当出去的时候 看到出租车 看到你们的出租车了吧 我就多丑一样 原来我也总丑 总碰着 我总心能看到大折 完了现在吧 我现在我更是老丑了 我说你这么多好心的人 都关心我 我说我得丑丑吧 我也不认识 原来呀 老人的儿子 以前也是一名出租车驾驶人 因为突发疾病 去年去世了 之后每到过节 都会有几位爱心车队的队员 来家里看他 咱们就把大折的母亲 当我们自己的母亲 就是我们的 就是不管再忙的时间 在一个月之内 必须就是逢年过节了 平常也就来看看大姨 看看有什么事 帮大姨能做点啥就做点啥 江师傅介绍 帮老人做做家务 收拾收拾屋子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们爱心车队的成员们 会定期上老人家 看望老人 非常有爱心啊 给爱心车队的队员们 点赞 好样的啊 那昨天上午的十点多呢 在福顺 一位老人抱着孩子 是焦急地跑过来 向正在执勤的焦警 善与飞求助 那焦警善与飞呢 没有犹豫 立即让这位老人 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孩子当时到底出了 什么样的状况 来看一下 老人向焦警求助时说 自己四岁的孙子 因为高烧出现抽搐 焦警查看时 孩子已经出现了昏迷的状况 情况十分紧急 焦警立即示意老人 抱着患儿上警车 焦警驾驶警车 一路闪着警灯 并且通过喊话器 示意周边车辆让行 同时联系前方港区焦警 为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小朋友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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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抽我 抽我 老人在那个高烧的话 他也是容易抽 人家都在先下 别着急 他马上到一样 先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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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用时不到五分钟 焦警便将焦儿 焦儿送到医院 并且还进入医院 帮助家属将患儿送诊 协助家属挂号 发烧 在安排妥当之后 焦警才离开医院 回到岗位继续执勤 在这里呢 我们给福顺焦警点个赞啊 也希望孩子能够早日的康复 说呢 有一位行人 被一辆电动车给撞倒了 骑车的是一个初中生 他说呢 他也是受害者 因为有车呀 撞了他 他才失控撞了人 那事实真的像他说的这样吗 现场的公共视频 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咱们一块看看去 行人当时在路边走着呢 身后冲上来 一群骑电动车的孩子 其中一辆电动车 一下就把行人撞倒了 而当时这辆电动车 根本没人撞他 原来骑车的中学生 因为好怕才说了谎 好在被撞的行人并无大碍 但要提醒家长们 年满16岁才可以骑电动车上路 而且不能载人 学校和家长都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 不能让他们随意骑车上路 停车场出口 视频车开得挺谨慎 可没想到他刚一露头 还是太上事了 外卖小哥的车速可挺快 而且逆行了 多亏视频车车速慢 不然后果会更严重 吃一切咱得长一智 送餐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 别拿生命去跟时间赛跑 这小伙子又是干啥呢 这是玩杂技呢 你看看越来越来劲了 还不断地增加难度 他觉得自己挺帅 可别人看着那就是玩命 大伙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 看着没 怕啥来啥 提醒大家 骑车上路安全第一 千万别在马路上练杂技 真的太危险了 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紧急避险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小幸运他总结的非常的详细 他说如果转向失控 应对方法是这样的 立即松油门踏板 挂到低速挡 均匀而用力地拉紧手指动 当出现车速明显下降的时候 踩下这个角置动 使车辆逐渐的停下 第二就是车辆侧滑入弯前 制动过渡 车速较高 转向较晚 又急于打方向 纠正而引起的这种侧滑的时候 应该是松开 制动踏板 反向轻回方向 使驱动轮 恢复牵引 第三个就是刹车失灵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松开油门 直视前方 控制好方向 避免碰撞到其他的车辆 或者是建筑物 踩制动踏板没反应 可能是刹车有泄漏 或者是刹车的连杆断裂 这个时候可以挂低速挡 利用发动机的制动 并合理地使用手刹 如果制动踏板踩不下去 可能是踏板下方就有异物了 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咱们移开这个异物 不要光顾着移开异物 导致车辆失控而发生碰撞 老兵老刘他总结了一下 他说应用紧急避险原则的时候 应避开人群 尽量避开车辆 在判断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可利用第三方物体 使车辆停驶 沈阳地铁三号线 是一条地上地下相结合的线路 日前高价段九个车站的外力面设计 已经产生了两个备旋方案 请社会征求意见 沈阳地铁的三号线是规划为东西的横向的走向 它的最西侧是宝马新工厂站 最东侧是新太阶站 那么采取的是高价和地面相结合的方式 三号线的高价段还有哪些亮点 稍后关注 春夏季节气温上升 阳气生发 空气当中的细菌容易让人呼吸到敏感 中医里面也有温鞋上售 首先饭肺的说法 梁尼都市频道 携手全省十九家主流连锁药房 共同发起 春夏健康剂 中药补肺丸 爱肺供疫情活动 如果你有慢足肺 和弹传等各类肺部问题 现在拨打电话 400-166-4699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中药补肺丸一份 再得健康大礼包 关爱肺健康 我们再行动 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气短 干咳痰黏黏黏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喘 眼睛干涩 模糊 疲劳 汤尘被剑见识家 三大营养 促进眼睛健康 三重护眼见识家 汤尘被剑 总犯困 若不禁风 体力不支 你可能需要蛋白质 汤尘被剑蛋白粉 补充优质双蛋白 增强免疫力 状态天动力 汤尘被剑 人生就像一场长跑 有人因关节发软 无力 放缓脚步 汤尘被剑建立多 安腾等 补软骨 护关节 关爱关节 勤选建立多 标追尖盘出了问题 用输筋剑腰娃 专要专制 标追尖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能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大家知道呢 现在沈阳已经开通运营了 四条地铁线路 那这四条的线路呢 全部都是地下线路 而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三号线 跟已经开通的四条线路不一样 这是沈阳第一条地上和地下 相结合的线路 那么地铁的地上部分是啥样 今天呢 我们就去沈阳地铁三号线的 最西边的高架段看看 过去我们探访地铁车站 和区间段的时候啊 都是在地下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了地上 那么沈阳地铁三号线 是沈阳首个有地上线段的 这样的一条地铁线路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沈阳地铁三号线的车辆段 一直到宝马新工厂 也就是西侧的终点站之间的这个区间 那现在能够看到 我身后的这个蹲柱 是整个的这一个区间段里边 最高的一个蹲柱 那同时呢 也是第一个交注完成的蹲柱 沈阳地铁三号线 是整个沈阳地铁 紧张的工作当中 我们这个蹲柱呢 是采取现场交注的方式 比如说呢 现在我们看到 正在我们近处施工的这一块 是已经搭好了这个钢筋的架构 还没有进行交注 那么露出水泥的呢 都是已经交注完成的 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架段呢 每隔30米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蹲柱 那它的高度是从12米到14米不等 相当于呢 是用这个蹲柱的高度 给将来我们这个铺轨 进行了一个找平 整个咱们这个三号线仪表 是两个区间 一个车站 车站是114米 整个车站也是地上三层 都是采用地下装机杵 装孔灌柱装机杵 上面接层台 层台上面接蹲柱 蹲柱上边是属于连续梁 立足于沈阳的地铁站 一线一景 重点站特殊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宝马新工厂站 铁锡宝马站和工业大学站呢 作为重点站 与其他的六个一般站的设计 是不同的 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效果图呢 现在已经设计出来了 正在面向社会来征求意见 沈阳地铁的三号线 是规划为东西的横向的走向 它的最西侧是宝马新工厂站 最东侧是新太阶站 那么采取的是高架 和地面相结合的方式 那么整体的长度是41公里多 地铁三号线一共设置了30个车站 那么其中呢 高架是9座车站 全长是16.5公里 出了沈阳绕城的三环以西 全都是采用高架的形式 让我们期待 沈阳地铁三号线早日开通 到时候呢 我们的出行也会更加的方便 说福顺的新福路呢 是一条单行线 也是进入市区的主要感谢 前一段时间呢 车辆一经过这里啊 就会发出光当光当的响声 附近的居民呢 一到晚上啊 就睡不好觉 可是现在好了 这种光当光当的声音啊 没了 大家都睡上了安稳觉 那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居民们发现的问题 这条路上 不少的排水井道出现下沉 有车路过时 经常会发出光光当当的响声 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影响路两侧居民的休息 不过记者赶到这条路时 发现下沉的井盖都被维修完毕 现在的井盖与地面几乎完全平齐 车辆再压上时 已经不会发出恼人的噪音了 家住新福路小区的居民邓女士告诉记者 因为她家就在路旁的居民楼上 下水井盖没修之前 晚上根本无法休息 尤其是进入夏天后 要开窗睡觉 车辆压井盖的声音 直接就能传进屋内 现在好了 下沉的井盖都休平了 井盖下沉的问题解决了 过往的车辆通行的时候 也会感觉更加的顺畅 居民们的觉睡得也会更香 今天上午的9点左右 在石阳市黄谷区长江南街的一个小路口 一辆白色的轿车 跟一辆黑色的越野车撞上了 咱们一起看看 这两辆车到底是怎么撞上的 在事故现场记者看到 两辆车受损都不轻 白色轿车前脸已经面目全非 黑色越野车左前侧保险杠和大灯碎裂 左前轮的轮胎上被撞出了一个破洞 万幸的是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白色轿车驾驶人说 当时他是游北向南行驶 到了这个小路口时准备左转弯 结果没成想 自己刚转过来 就跟对象上这辆越野车撞上了 这辆黑色越野车当时开的可不慢 交警了解了事故经过后 认定转弯的白色轿车负全责 所以说开车转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瞭望 避让执行的车辆 看好具备转弯的条件 执行车也是要让行 咱们再转这样才安全 在高速公路上 一辆车的出现 给过往的驾驶人都吓了一大跳 大伙是躲得躲 闪得闪 还有人是着急忙慌地报警 啥车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赶紧看看去 把大家整得挺紧张的就是她 难怪这可是高速公路 骑车逆行还来回变换车道 分分钟要出事的节奏啊 幸好交警动作挺快 接到报警后两分钟就赶到现场 将骑车女子带离高速公路 化解一场危机 提醒大家 在高速公路上是不能骑车和走路的 这儿也有个女子挺让人着急 她这是要干啥呀 为啥往互往爬 火车驾驶人一点没犹豫 赶紧停车救人 多亏她眼疾手快 果断出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这位司机点赞 小路口 这辆车撞上了 虽然不严重 可接下来的事儿有点失控 多亏骑车的家长反应快 及时将孩子抱起来 否则就麻烦了 开车途经无灯小路口 一定要谨慎慢行 另外出了事故 咱们在下车前 一定要摘挡拉手杀 然后再下车 否则越急越乱 越乱越危险 好 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互动 说紧急避险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航行天下 他说了 开车时候需要紧急避险的情况 主要有 行人或者是飞机动车鬼探头 爆胎 刹车突然间失灵 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的情况 预行人鬼探头的时候 要提前的做好预判 发现左右车辆都减速慢行 或者是停车的时候 自己同样也要减速 突然间爆胎 或者是刹车突然间失灵的时候 手里要握紧方向盘 挂低档 缓慢的制动 突发身体不适的时候 一定要靠边停车 紧急拨打120 那叶子他说了 很多避险的行为都是下意识的 大家伙都知道 躲车不能击打轮 可是真遇到紧急情况 谁又能做到呢 所以说 想要安全的紧急避险 最重要的是精神集中 提前发生危险 发现危险 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及时的避开危险 如果精神不集中 发现的时候就晚了 那反应再快也容易出问题啊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的车速 六脉神剑 他说啊 他说紧急避险 主要是记住一条 让速不让道 千万别急打轮而躲车 否则呢 很容易本来没有责任啊 躲车撞上了就有责任了 再说呢 开车时急打轮呢 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尤其是这个车速比较快的时候啊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 一个急打轮 那可能就容易失控翻车 四车花开 他说啊 开车时 没准就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学会避险的方法 是很有必要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